一花一世界,一月一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我们想要过好这一生 是需要很多才华傍身的 比如说,能保持情绪稳定 能风山开路,遇水架桥 能严于律极,管住自己等等 这些能力,至于我们的人生 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但如果要说,一个人身上 最了不起的才华是什么呢? 我认为是,凡事能做到断舍离 实际上,断舍离已经是一个 人尽皆知的概念了 但真正能做到的,却是少之又少 做一个很简单的对比 当你走进房间里 一个房间是杂乱无章,一团糟 而另一个房间则是整洁清爽 东西摆放,井然有序 不难想象,肯定是后者 更让人心旷深意 令人感到舒服 家居环境如此,人生其实也是如此 如果我们能对自己的人生进行有效的整理 花繁为简,去操,留金 那么,定能收获到自由,舒适,自在的人生 收获到幸福感 扔掉看得见的东西,改变看不见的世界 很多时候,每一次断舍离 可能就意味着一次新生 当我们的生活变得一团糟 乱如麻的时候 这往往就意味着到了该清理的时候了 也就是要断舍离了 那么,问题来了 如何才能做好人生的断舍离呢? 实际上,千言万语 总结起来就一句话 将不需要,不适合,不舒服的东西 替换为需要,适合,舒服的 这就是断舍离的核心思维 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也是我重点想分享的几点 一,降低不需要的物欲 今天突然想到为什么不快乐 问自己 一个人不快乐的根源到底是什么? 最后觉得 物欲太多 这个词极为贴切 便想到了物质欲望 这个词语 人之所以有很多不快乐 有嫉妒不满等情绪 很大的原因是物欲太强 想要的东西太多 诸如想穿最新款的衣衫 想换新款的包包 想要新款的唇彩 想要追求身体的刺激 想要摆脱灵魂的空虚 太怕寂寞 想要有人陪伴等等 我们总是想要这世上的很多东西 权力 金钱 情意等等 总要样样都圆满 才觉得是幸福 可是 真正的幸福 却又和金钱 权力这些 外赛因素 关系很小 物质的追求 是永无止境的 这世上 总有太多的诱惑 总有人根据 人性的贪图享乐 贪婪逐利的本性 去制造诱惑 比如 赌博这件事 总有人期望 以小博大 成为人生赢家 比如 如今的网络游戏 那些游戏制作公司的制作人 无不再谈论 怎样利用人性 让玩家沉迷其中 可以是人性的弱点 也可以是人性中的闪光点 在游戏里 获得成功和崇拜 获得短暂的快感 或在游戏中 发现你在现实中 不可能的欲望 那些能够降低生活中的物质需求 进而追求精神和灵魂圆满的人 活得通透自然 快乐满足 金钱也自然而然地聚集而来 除了物质需求极低 而使个人节俭 能够有盈余外 专注于精神的追求 专注于自我的成长 也使得人生变成忐图 谈论时会发觉 身边那些成功的人 大多都有一个优点 那就是 对物质有极低的欲望 一件衣服 能穿好多年 一旦条件允许 总是将自己 收拾得利落整齐 虽然依然陈旧 可却整洁清新 若是工作时 也会不怕辛苦脏乱 甚至而严谨 名人的例子 我向来不大用来举例 因为大多数人都知晓 勤俭节约二字 无论社会进步成怎样 勤俭节约 一直是一种美德而存在 历久不衰 一个人专注于一件事 或者专注于精神的追求时 很容易便会忽略物质需求 因为总觉得时间太少 思虑精神领域的事情 已经极为费身 哪里还有别的心思 去追求物质需求 物质需求的降低 能够使你更加投入地去工作 不为外物所获 让你更加专注地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更专注于追求灵魂的圆满 轻易不会陷入一种懒惰 和迷茫的状态 目标坚定 去追寻自己内心所求 哪里有时间迷茫和不知所措 又哪里敢懒散荒废时光 物质需求降低的最大好处 是你不会买很多无用的东西 使家里变得拥塞 需要不断地去整理旧物 又因为舍不得丢弃而游易 使得家里的东西越来越多 最后连整理都觉得困难 看很多整理有关的书籍都说 最好的整理是先从丢弃开始的 丢弃不用的旧物 丢弃很久不穿的衣服 鞋子 将家里的物品浓缩到经常使用的范围 家便会因此清爽干净 整洁又续 物质需求的降低会使你不再买多余的东西 既省钱也使将来不止于为了整理而丢弃时选择困难 看过很多物质降低的人 将更多的欲望施加于另外的追求 追求事业的增长 追求个人的成长 追求记忆的增长等等 毛母在《月亮和六便士》里有一句话 要记得 在庸长的物质生活之上 还有更为迷人的精神世界 当一个人的精神世界不再贫瘠 便不会寄希望于通过物质世界来弥补 而不被物质所奴役的人生真的很爽 可以说 这是一种当代人急需修行的高境界 二 减少不舒服的社交 很多人认为 多一条朋友 多一条路 以为和对方留了电话和微信 就是你的人脉了吗 以后就可以彼此帮忙吗 不 除去你们之间的感情 能让对方以后帮助自己的条件 是你是否可能提供相同价值的回报 当然 我并不是在说 社交一定要有功利性 只结交有可能对自己有帮助的人 只是希望你能够合力分配精力去对待社交 希望你花出去的每一份精力和每一份时间都是值得的 希望能从每一个结交的人身上学到他们的优点 在你没有足够优秀的时候 没有必要花精力去社交 因为这个时候你对你想结交的人来说 这是可有可有可无的无足轻重的人 你要做的是减少不必要社交的时间来提升自己的能力 变得足够优秀 一直以来 我对社交都是持悲观态度的 主要是因为对人性的不自信 所以我并不是一个热衷社交的人 活得比较任性 什么叫活得比较任性呢 举个例子 如果和一个人相处让我感到很不舒服 那么我就会远离他 不管他有多重要 有多显赫 在我的人际交往的理念里 一段让你感到不舒服的关系 是不值得被用力去维系的 减少没太大价值的社交 减少让你不舒服的社交 尽可能的进化 优化自己的圈子 去操留经 这是我的第二个建议 请不要担心神脉的流失 一次有价值的遇见 一段舒服的关系 远比百次的风筝 做戏来得更为有效 人生能有三五之极 已然是很幸运的事了 三 专心做自己 学习弹波乐器时 老师常说 要放松 集中力量在手指上 意思就是要说 专心的练习 不去管身边的其他事 只有集中全部力量 才会弹出美妙的乐章 对于乐器是如此 那对于生活中的一些事情 是否也是如此呢 这也同样需要我们专心去做 忘掉身边的其他事情 一 专心可以磨练我们的毅力 用心做一件事 会发现真的很费力 但这同样是一种锻炼 就像居里夫人一样 她是著名的科学家 是少有的女性诺贝尔奖获得者 受到了奖赏和赞美 但她仍然不在乎那些 奖牌是女儿的玩具 奖金是对穷人的资助 她真正在乎的 是那段与丈夫在小破屋工作的经历 在小破屋里 她们完全投身于工作当中 将自己全部的力量 贡献给她们一直在坚持的科学事业 她们一心研究科学 只想工作 不在乎环境简陋 不在乎金钱的诱惑 甚至不在乎其中 对自身有害的辐射 才是她们创造了奇迹 才会奏出文明于世的美妙乐章 二 专心可以激发我们的钱呢 著名女飞行员李霞青 用自己的努力和汗水 奏出了动听的乐章 她一直在寻找自己的道路 直到她被飞行表演所打动 才确定了自身的方向 她积极到美国进行训练 艰苦的环境与严格的要求 是她很难坚持下来的 但正是因为她一心热爱飞行 有一个拥抱蓝天的梦 才迫使她不断超越自己 不断挑战自己的极限 让她拥有了高超的技术 在战争几次表演中 得到了大家的赞美 这便是她的专心 使她奏奏美妙的乐章 三 专心可以使我们走向成功 专心地做一件事 做到精通便是一种成功 如达芬奇不断地画鸡蛋 不断地找到自己的错误 才成就一代画家 如达尔文不厌其烦地观察空虫 观察它们的一举一动 而且一看就是一上午乃至一片 才成就了一代著名的昆虫学家等等 许多名人的成功都离不开专心 这是走向成功不可或缺的一个条件 专心地做一件事 将力量集中于夜点 才可能激发潜能 才可以走向成功 才可以奏出最美妙的音乐 人要学会接受自己 接受自己的平庸 接受生命中的一些不幸 很多人和事 适合张三李四 但不一定就适合你 所以你需要去断 去舍 去离 取悦自己 专心地做好自己 唯有如此 你的人生才能焕然一新 轻装上路 你的生活才能真正地清爽简单 自由舒适 风云富足的精神世界 舒服的交起圈子 舒适整洁的居住环境 不悲不喜 自由从容的人生态度 一切干干净净 简简单单 任屋外狂风大作 我自已然自得 这样的人生就是我想要的 也是我认为最高级的人生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佛禅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所以你只要在Facebook里面搜索 佛禅 点击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子慕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我会认为最后的 我会认为最后的 我们在Facebook里面搜索